各位觀眾 又到這個晨早吵鬆的時間了 今天我在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說林鄭月娥在科技大學的午餐會上 小家氣 假裝不開名 實際就是在狂插美國中美貿易戰 結果為了表忠而犧牲香港利益 除了香港利益之外 其實今天我想再講另外一點 究竟這件事 林鄭月娥的表態 是不是真的北京想這樣表態呢 我覺得絕對不是 因為你看到自從7月6日 這個360億的新的關稅實施之後 中共的反應和過往是很不同的 是相當之低調 第二是甚至有另一種言論出來 就是和過去幾年那種敢於亮劍 要和美國中美必須一戰 爭起日長短 甚至是用中國解決方案 來取代美國霸權等等 這些完全不見了 反而反過來說什麼呢 《人民日報》就有一篇文章說 這些過去說中國會世界第一 取代美國這些是浮誇風 民粹主義 不是我們的外交路線 今天有一篇在香港01的文章 據說訪問了大陸的官員 他們也說習近平從來沒有放棄過韜光養晦 我覺得這個真是笑片 除非我們自己傻 過去幾年那種敢於亮劍的言論 充斥著《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又甚 根本就是代表了大陸一種民粹主義 而習近平是有意識利用這種民粹主義 去鞏固他的政治權威 而實現他的有效管治 好了 到這種民粹主義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做節目都知道的 我經常都說這種民粹主義是一種雙刃劍 雙刃劍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同時是 你餵一些毒藥給自己的國民吃 每個人自嗨 但是結果會造成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整個中國大陸在國際的形象 變成一個好鬥 挑戰美國權威 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 這個形象 如果你堅的 堅做的 你有實力的 真的沒所謂 但是如果你沒有實力的話 歷史上你看到的 美國人怎樣當年打西德 怎樣對付日本仔 在經濟上挑戰他的地位 現在是顧忌從斯對付中共的 如果有讀過書的人都會知道 你這樣做就會造成今天的後果 美國佬 我當你真真假假也好 就算我知道你是留意 也好 我就當你是真的 現在擺明 所以歐洲為什麼 對於整個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是不出聲 中共想拉攏這個歐盟 歐盟也不表態 就是因為 你在外面擺出一副這樣 周圍砍油的形象 現在就等於烏鴉出來 就說要取代浩南 然後就說這條街是我看的 這個泊車仔是我看的 這個拼頭場是我看的 就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這個斯里蘭卡 這個巴基斯坦 希臘 一路去到這個阿丁灣 怎樣護航吉布堤 怎樣租這個港口等等 作為中共遠洋海軍的補給 然後不斷在電視上看到那隻 那隻遼寧號在升降 你當人傻的 美國佬就好了 對了 你自己吹到自己這麼大 我們就自己 就當做這個真的來做 那美國人自然就會支持Donald Trump 但是現在 我都說了 你說謊 你就欺騙自己的國民 千萬不要欺騙自己 欺騙欺騙到一個地步 自己也相信 以為自己真的是世界第一 好了 到你自己出現了這種這樣的 大頭症 一種狂熱 等於大躍進一樣 一種這樣的民粹狂熱的時候 你的決策一定是錯的 一定是錯的決策 就會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所以我很贊成 今天中美之間的問題 不在於美國 是中共的內政問題 如果習近平不是用一種的民粹主義去治國 怎麼可能會做到一個這樣的路徑 走到這一步呢 美國佬已經不是第一次警告的 一直說不用怕他 現在敢於兩劍 這種情況 我們過去幾年一直看著大陸的媒體 環球時報 怎麼去攻擊香港 也都是這種這樣的左的浮誇風 民粹主義 是令到中港之間的關係 一天一天這樣破壞下去 誰止破壞這個 和國際和美國的關係 和日本的關係 和香港的關係 也是因為這種的 這樣的極左風 而破壞下去 好了到今天 又說 我繼續想韜光養晦的 我又不想打仗 又不想貿易戰的 美國就有個誤判 這個就不是誤判 是中共的誤判 就不是美國的誤判 美國 是食著想 共和黨鷹派抬頭 這個不是Donald Trump的問題 Before Donald Trump當選之前 你看過那些共和黨裡面 是縱口一詞去指責中共 包括 我之前提過的一個大好友 David Sundberg 沈大偉 就是共和黨 甚至是親共派 華府裡面的親共派的評論員 和曾慶紅是相當友好 突然間轉態 說中國是構成美國最大的威脅 這個已經是很重要的信號 然後去年你看到 今年陸續續發生 董建華捐錢給德州大學 不收 說他是滲透 然後把何志平 這些種種的信號 都已經可以告訴你 是真的了 好了 然後過去就以為拖著拖著 作作作作作 就說開放市場 就拖下去 結果就像SIPA那樣 香港 扮開放市場 所謂小門不開 大門開小門不開 搞你一大輪的話 他的2025 中國製造的計劃 就已經成功落實了 美國佬看穿了這些東西 其實 所以中共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扮矮仔 認契弟 而在這個時候 林鄭月娥 我不想說粗口 這個衝出來什麼 這些就是你看到 香港的領導人 他們的政治水平 就是這麼低的了 當國家要所謂韜光養晦的時候 當中共也知道 這種大躍進式的浮誇風 民粹主義 糟糕 被美國佬吃著 在國際上 製造了一個很惡劣的中共形象 一旦你反過來 你還會想他不死 再出來就扮作抽水 然後再製造一個這樣的形象 去譴責美國 共產黨也不敢做 就算你不開名 外國通訊社發出去了 這個是 譴責美國 一個特區的行政長官 用英文發言去譴責美國 恭喜你 我覺得 你自己要威 就是你自己說 你關門和習近平 跳鐘字舞就是你的事 但是千萬不要 用香港的利益 去作為你政治表忠的一個工具 而更好笑的是什麼呢 根本所做的事 是違反中共現在 在中美貿易戰裏面 所定的一個口徑和路線 好了 今天節目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結束之前 想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7月7號 香港電台31台的節目出了街了 記住你看之外 分享給多些人看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繼續捐錢 還有加入成為城寨人 年費是2000元 你看完那段香港電台31台拍的 城寨的節目之後 你就會明白 加入成寨人有什麼好處的了 即使你說我是海外 我也可以成為城寨人 去支持我們的理念 一直走下去 好了 多謝大家 拜拜